请打开范例档01图块制作简介 那我们这个整个课程主要是要来讲动态图块 可是对于我们图块怎么制作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就在白框这边 试看看我们制作两个图块看看 图块怎么制作呢 我们可以去按这个按钮建立图块 或者是我们打键盘的B Benter B,键也可以 接下来就会到这个对话框 到这个对话框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名称 基准点 还有这物件 这三个缺一不可 你名称呢 有了那个都已经用完以后 那个名称没有打 它就不让你继续下去 好啦就算是我打的名称 我选了物件 你基准点没有去指定它的话 它就会自己帮你 在XY立为0的那一个点 当作是一个基准的原点这样 那这样会对于我们这个制作 那个图块会有一些困难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来试看看 我们就先来制作这一个四人的桌椅 名称呢就照这个写的 四人桌椅 选物件 这样子把它选起来 Enter以后呢 那点选点 点哪边呢 那我例如说我点这边好了 按确定 这样 这个图块就制作出来了 那那个真的确定是图块吗 你如果说你怕的话 我们可以选性质的这一边 或者是说卡路加外也可以嘛 性质 我们把这个性质对方那个叫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边 它就告诉你说这个名称叫做四人桌椅嘛 接下来呢就是六人的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就直接打一个 B Enter 六人 桌椅 选物件 Enter 点圈点 那我就点这边 这样 确定 那你看 这一个一样嘛 制作出来的也是一个图块 名称叫做六人桌椅的图块 这一个图块做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再插入这里 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所制作出来的图块就在这边 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插入进来 插入进来 这一个图块呢 我们怎么把它那个 复制出去呢 其实很多方法 那我们也不在这边探讨太多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哎 我们就去点它 对它kanwo加c 复制 那例如说我现在就开一个新档案 我就马上开一个新档案 就直接kanwo加v贴上 这样 你看我们这边再来一次哦 如果说各位对于kanwo加c kanwo加v 不太了解的话没关系 那我这边也来一次嘛 我点它滑锁有键 我用剪贴布的 复制 就是kanwo加c 这样也可以啊 那我这到这边来 我滑锁有键 剪贴布里面的 贴上 这样也可以 所以说方法还蛮多的啦 可是我们不在这边探讨 我现在只是要先讲说 我们怎么制作这个图块 我们制作出来以后呢 还会有一些问题哦 那我们等一下再探讨 先到这边